智能手机市场持续低迷 至近企业界情绪渐渐改善 瑞讯在报告中引述小米 01810 管理曾表示 相较两个月前 公司对今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更加乐观 主因中国的重新开放早于预期 公司预测2023年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跌5%至持平 而两个月前的预测是跌5%至10% 瑞讯又预计 小米整体库存水平将在今年上半年见底 该行对小米目标价为11.5元 评级跑赢大市 小米昨日开市后节节攀升 高见12.18元 曾谈8.4% 全日上涨7.7% 收报12.1元 成交额逾18亿元 瑞讯指出 小米计划通过多种方法提升盈利表现 包括潜在存货拨备备回拨 提升部分手机机型定价 及精简组织架构来降低成本 外部环境改善 也可强化公司盈利能力 例如汇率走势 内地重开和物料成本舒缓等因素 造车方面 小米估算去年相关费用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 为今年将高于去年 因在研发投资的基础上 另有其他资本开支和销售渠道搭建费用 此外 小米去年中开始减产以控制负存 瑞讯称现时公司中国市场的负存 已处于正常水平 印度市场预计在今年首季正常化 其他海外市场 质型需一至两个季度改善 公司整体负存料今年上半年见底 未经许市场预计